不喝? 哈囉,我是物理治疗師 三個字,Sunguts 肩頸痠痛呢 幾乎是每個上班族都有的困擾 可以說脖子不夠硬呢 就代表說你的上班不夠認真 尤其大家可以去觀察那些 一直去甩自己脖子的同事們 他用的脖子肯定都是不太舒服的 而相信大家都有嘗試過 不管怎麼樣去甩自己的脖子 或是揉壓脖子那邊 都只會感覺稍微好一點點而已 長期來看還是沒有明顯的改善 那這其實是因為汗影痠痛的 並不是在脖子局部的問題 反而是從其他地方延伸過去的 因此這次的影片就來介紹一下 到底是什麼會和你脖子一直痠痛起來 以及有哪些方法可以緩解這些疼痛吧 那在正片開始之前呢 要先來一段廣告時間 挑選魚油呢 濃度高已經不是唯一的標準了 現在的魚油有分EPA加DHA的綜合型 也有純EPA的單一型 那根據目前國外的醫學文獻來說呢 我更推薦純EPA單一型的魚油 因為文獻發現呢 純EPA的魚油用途更廣 對我們的幫助更多 如果你平常就有在吃魚油 或是想要循環燦快 調節生理機能的都很適合 那這款營養師侵蝕了1,000EPA魚油 由江辛化營養師研製 是我目前在市面上看到的 純EPA魚油中難度最高的 EPA高達94% 並且它使用了超靈界萃取技術 有效去除重金屬 多綠連本 帶凹心 還可以降低魚腥味 高效的去除有害物質 也讓你比較好入口 而這個技術呢 不是傳統的分子蒸6可以做到的 製作難度與成本 都比分子蒸6還要高出許多 因此挑選魚油現在你有了新的選擇 高濃度EPA超零件 我們脖子底的頸椎呢 由七節脊椎骨疊在一起 這些骨頭的構造 讓你的脖子非常靈活 可以做各種方向的旋轉 但是在這個骨頭之間呢 還藏著重要的脊椎神經 以及它延伸出來的神經根 那這些神經被壓迫到的時候呢 就可能造成背部 甚至手臂的酸麻無力 那多數人其實都還沒有那麼嚴重 只是覺得脖子很緊很僵硬而已 因此這個時候呢 其實都還沒有到神經的問題 只是脖子周圍的肌肉太過緊繃而已 而從解剖口罩上來看的話呢 你可以發現我們的脖子周圍 有著密密麻的肌肉 那這些肌肉呢 多數都會從我們的後腦勺 連接到我們的脖子或者是背部 所以其實不少脖子僵硬的問題 是由於上背部的肌群太過緊繃 而延伸上去的 這也是為什麼有很多人 他們不停地去揉捏脖子 或是甩動脖子 卻不會有明顯的改善 正是因為他們的問題跟原處 其實是在上背部才對 那有哪些習慣 可能和你的脖子出現問題呢 首先大家第一個想到 可能就是低頭的姿勢了 這在過去許多的新聞媒體上面 都有刻不過相關的資訊 而雖然低頭不太好 但如果你低頭的角度 不要太誇張的話 還算是OK的 我們能以拿手機的高度為例好了 如果你的手機螢幕最上緣呢 差不多在下巴這個位置的話 那麼這個時候不算是低頭 你只是點頭而已 脖子本身並不會往前彎 那麼這樣對於脖子就不太有負擔了 但如果我們把手機的位置 往下挪到胸口時 那麼這個時候就是些微的低頭 對於脖子就有點負擔 但如果這樣只是間斷給我們十幾分鐘 都不會出現太大的問題 但如果手機的位置 要更往下挪到肚臍那個地方時呢 那麼這個時候 你就是非常低頭的狀態了 你可以明顯感受到整個脖子 甚至上背部都有點拉扯感 而那些機群呢 你會承受比較多的負擔 那麼這樣的姿勢下呢 就算只是用個十幾分鐘 也會造成脖子不適的狀況 所以大家在拿手機的時候呢 就差不多把你的手機 拿到你的胸口到下巴這個範圍 差不多這個位置去拿 這邊的位置來說呢 對於你的脖子負擔都是還好的 但千萬不要把你的手機 拿到跟眼睛平似拿這麼高 這樣就會變成你的手臂得要抬高 那麼用久了肯定會變成肩膀痠痛的問題 而如果你是要看書的話呢 可能就要用個斜板 讓你的書背稍微立起來 這樣子也能夠減少你低頭的幅度 那脖子會痠痛 除了低頭這個原因之外呢 另外一個容易被忽略卻反而更常見的 就是聳肩的習慣 大家可以一起嘗試看看 你會發現這樣聳肩的時候呢 你的脖子肌肉又跟著一起緊縮變短 那麼長時間下來呢 這個也會造成那些肌群緊繃發炎的狀況 那大家可能想說聳肩就是肩膀聳起來這樣子而已 但其實聳肩呢 還有兩種常見的變化版本 一種是你在用電腦的時候 如果你的桌子太高了 使你的手臂得要抬起來 才能夠操作到桌面上的東西 那麼這個時候你其實就是聳肩了 另外像是你把肩膀滑鼠放在比較遠的位置 讓你的手臂得要往前伸直 那麼這個情境下 你的肩膀也是聳起來的 而如果一整天工作八個小時 都是這樣聳肩處理的話 肯定會讓你脖子非常的不舒服 那另外這種聳肩習慣呢 就是讓你的手指去靠東西的習慣 像是手指靠著桌子啊 或是扶手之類的 只要你的手指會被抬高 那麼你的肩膀會被抬起來 同樣也會導致脖子的肌肉緊縮的狀況 因此這其實也算是聳肩 尤其我們過去都被教育說 手臂就是要靠著東西才能夠讓你的肩膀放鬆 但其實這樣靠著東西 只會讓肩膀變得更緊 脖子更痛而已 所以保持日常生活中 手指都不要去靠任何東西是非常關鍵的 建議如果你真的有脖子不舒服的問題 一定要優先的去好好檢視一下 自己在生活中有手指去靠東西的習慣 並且把它們都改掉 你會發現對你的脖子問題有非常明顯的幫助 那前面提到說我們脖子痛的時候 直接去弄脖子上真的效果不太好 所以等一下的放鬆動作呢 都不會去直接針對你的脖子做樓壓 而第一個最簡單有效的方法就是做收下巴運動 這個是當我的脖子有點痠的時候呢 就會做個十下二十下 馬上就會舒服一些 而方法也很簡單 就是讓我們在眼睛平視前放的時候呢 然後稍微點頭一點點 再接著讓整個頭往後平移 做出幾雙下巴的動作 然後就在這個位置停動一秒 就放鬆並且反覆做 如果你做對的話呢 會明顯感受到你的脖子整個後側被拉伸的感覺 那這個動作呢 是要去拉伸整個脖子後側的肌群 甚至連上背部的肌肉也會被拉伸到一些 但要是你在做的時候 會感覺上你的背部或是手臂 會產生出刺痛感 甚至是馬感的話呢 就代表說你的狀況是比較嚴重 比較不適合做這個運動的啦 那這個像運動也非常簡單 叫做夾背運動 那這個動作呢 是要去活動看我們的肩胛骨 那方法也很簡單 就是讓我們像這樣子做雙手投降的動作 然後將我們的肩胛骨往內往下夾 想像中間有個罐子 你要去夾扁它這樣 在夾到底的時候呢 停留個五秒 然後再放鬆地反覆姿 那大家可以這樣反覆做個十下二十下 然後再去感覺你的脖子 有沒有比較舒服一些 而如果你覺得這個方法 能夠有效去減緩你的不適感的話呢 那就可以更進一步去做背肌的訓練 像是滑輪下拉 或是滑船機之類的 就會對你來說非常的有幫助 但如果你在做的時候 會感覺上你的肩胛骨很難夾 或是在夾起來收縮時 反而覺得身體更不舒服的話 那我們就想說你的狀況 比較不適合做這個運動啦 那第三個呢 就是直接去放鬆我們上背部的豎脊肌群 因為這些肌肉呢 都會連在我們的脖子 但它卻一定會隱隱的去給你的脖子壓力 讓脖子一直很緊繃很痠 而這個肌群的位置不難找 就在我們的肩胛骨內上緣 和脊椎骨之間 在這附近的位置 都可以去嘗試放鬆看看 那要放鬆這些肌群的話呢 首先要把我們的右手放到對側肩膀上 然後將按摩球 放在我們的右邊的肩胛骨內側 偏上緣的位置 然後就用球去滾動 放鬆這周圍的豎脊肌肌 而要是有找對點的話呢 就可以在這個位置 使得到明顯壓起來有痠痛感的地方 然後一個點呢 就最多做30下左右就好了 如果你真的想多做的話呢 就在這附近多找幾個點 覺得有感覺痠痛的地方 就可以稍微去做一下 那要特別注意的是呢 中間的脊椎骨千萬不要去特別硬壓 那以上三個呢 就是大家在脖子不舒服的時候 可以自己去嘗試看看的放鬆方式 那最後幫大家統整這次的內容 就是我們脖子的肌群呢 其實多數都連接到我們的上背部 因此呢 直接去按壓你的脖子 效果會非常的差 會建議你透過活動啊 或是直接去放鬆你上背部的肌群 來看看是否能夠間接去環境你脖子的痠痛感 但這一切的前提都是呢 你的生活知識得要明顯的改善 像是過度低頭的習慣啊 或是各種環境會害你聳肩的動作 其實症狀輕微的人呢 只要稍微改一下生活知識 再加上一些背部的活動之後 就會明顯的有所幫助了 最後要是真的不管怎麼自己弄 都還是弄不好 或甚至越來越糟的話呢 一定要當面去找個醫生或是物理治療師 好好的幫你看過一輪 檢查出最根本的原因 才有辦法去拯救你的硬脖子啦 那這次影片就到這邊 如果覺得這支影片有幫助的話呢 別忘了訂閱我的頻道 還有追蹤我的IG 我們就下次再見啦 掰掰